大家好,我是一波风的Emma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小笔垫用起来很不方便 荧幕太小看起来很吃力呢 建议你如果有足够的预算的话 还是买一台正常尺寸的大小的笔记型电脑 像这台惠普笔记型电脑拥有亮丽的外形 而且有非常棒的影音功能 会令你爱不失手哦 看看上盖的部分 它的花纹设计非常的特别 是HB最引引为傲的膜内样印技术 通常这样的硬化技术 以前大多都是在顶级的家具精品 化妆品容器器材 或是高价手机定制 以及顶级的轿车内 仔细一看还有会发光的logo哦 当你开机以后就整个散样到不行 不过呢多多少少会吃掉一点电力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它的IO配置 左边有一个VGA 散热孔 USB E-ZETA HDMI 读卡机 Express插槽 另外呢 它的右侧 有一个电源孔 Modem插槽 有线网路口 USB DVD双层烧录机 前侧呢 右边有麦克风与两个耳机孔 红外线感应 右边是Altic Lansing的喇叭 不然接着打开上盖 好好来欣赏一下内装的部分 13寸3的镜面萤幕 Webcam 开机键 触控快捷键 音量调整 关闭 快转 暂停 使用影音功能的时候相当方便 右边还有一个蓝牙无线网路的开关键 大size的键盘打起来非常的舒适 右下方呢 有指纹辨识机 在左边一点则是触控板 触控板的上方 还有触控板硬体开关 可以进行切换 不必让滑鼠跟触控板大打出手 而且有硬体开关也比软体开关方便又好用哦 从整体外形来看 这台金属质感的衬托下非常时尚 无论是从边条 键盘 触控板 这些小地方 都可以看到设计上的用心 保证刚入手的时候 一定让你爱不释手 这台HPDV3509的笔记型电脑呢 算是一台美型机 虽然呢 它差不多要两公斤多的重量 对女生来说是有一点重 不过以它的高规格来说 其实不到四万块的价格 又要上三年保护 是一个不错的考虑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影音功能 又想要带着到处爬爬噪的话呢 其实呢 买这台是不错的选择 谢谢大家